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在这那梦里的足迹 找不着就是的天地 挽着那梦里的时光 留不住就是一回 多少年的漂泊 多少年的相思 多少年流浪的日子 哦堆积 堆积 哦堆积 堆积 堆积出这样一句 这样一句 听愿深深深深继续 听愿深深深继续 在这那梦里的足迹 找不着就是的天地 挽着那梦里的时光 留不住就是的回忆 多少年的漂泊 多少年的漂泊 多少年的相思 多少年的相思 多少年流浪的日子 哦堆积 堆积出这样一句 这样一句 听愿深深深继续 听愿深深继续 听愿深深深续 听愿深深续 而且 hết蛋的气 也 accordance 中国第十季 你家第一次也在 你好 你怎么能证明那不是翠珊呢 翠珊不会练诗 那句庭院深深深积蓄 对我而言 印象太深了 那是张寒颜生前最爱练的句子 他时常关在房门 一个人叹着气 反复练着这句诗 艾琳 我告诉你 那是寒颜 不会存 那一定是寒颜 妈 今天夜里 我也被吓了一跳 怎么了 我 算了 没什么 博园跟废墟的传言 绝不是空穴来缝 彩凤就曾经在废墟中看到寒颜 站在花园里一剪刀又一剪刀的剪玫瑰花 妈 你别吓我了 我不是吓你 我是自己害怕 艾琳 我老了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 我只有在佛堂里 心里才能得到真正的爱你 我现在痴在念佛 再也不管儿女间的事了 艾琳 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好过了 在我有身之年 我绝不靠近寒颜山庄的废墟 更别提她进博园一部 你明白吗 那儿不只有寒颜的鬼魂 那儿还有 还有什么 没 为什么 总之一个人活到老年 看到的生老病死太多了 经历过的故事也太多了 这些故事中 总有些比较残酷的 都老是想要死 缘那些幽灵 一个个都早点安息了 我 我 要 我 你 你 我 你 高队 干什么, 干什么啊, 阿灵 我 关中, 你要吓死我啊 谁吓谁啊, 你才把我吓一跳呢 天才刚蜃就鸡猫子喊叫的, 干什么 赶小鬼 你怎么搞的骂你 我告诉你 咱们这阴气深深的 你别不当一回事 自己要小心提防这点 提防什么呀 你听我的准没错了 我告诉你 前天晚上 我就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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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怪事的 我告诉你 前天晚上 我明明看见翠山啊 跑得远远的 可是才一转身 他就不见了 然后他突然间 从我后面冒出来 观众 你相信我们家会有两个翠山吗 我看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前天晚上你喝醉了 所以一个翠山看见两个 以你醉的那个情况来看呢 我看有十个翠山我也不奇怪 观众 你正经点行不行 好好好 就算你没有眼花 我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因为这只不过是个小花园嘛 又不是什么学校的大操场 你说你看见翠山跑远了 其实他不过是绕了个圈 当然从你后面冒出来了 好了好了 拜托你 别再疑神疑鬼了好不好 哎 你别嘴硬哦 干妈也告诉我这儿不干净 要我小心点了 干妈老了 他见了太多的死亡 听了太多的鬼故事 哎 哎 我拜托你好不好 在花园千万别给我提那个字 哎呀艾琳 我真受不了你 哎 你嫁给佩文四年来 我第一次发觉你们两个是绝佩 啊 因为那个 那个字 佩文妈是想的要命 你妈是怕的要命 哼 绝佩 哎 关中 你是不是要回干妈那儿啊 不是 我到废墟去帮你抓鬼去 哎 关中 哎 关中 你别去那个地方 我警告你啊 家里已经有一个男人成天往那跑 已经够气人了 你别也中了邪 被废墟的鬼魂给残上了 听干妈的口气啊 似乎那的鬼魂还不止一个呢 哦 哎 怪不得我昨天晚上从那边经过的时候 看到一大堆的鬼魂呢 在那边开舞会 啊 哎 喂 关中 走啦拜拜 关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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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看门咯 咋啥人来咯 幾点就打烊了 这样做生意生意怎么会好 剪蓬科 剪非凡 看门咯有人来找你们聊天啦 出去了 这时候可以当哪儿 我到这里找 那我到那儿 很難 religious 楦柯 楦柯 哥 你找他什么 連鬼影子都没一个 你呢 只看得出这儿原有很多房间 还有雕空的花砖 这房子在失火之前 一定很壮观 在这个乡间 没有这样如此考究的房子 哥 你看 你能鉴定一下 这块砖有没有二十年历史 很可能 所以这寒烟山庄 绝对不是张寒烟嫁给博佩文的时候盖的 它是一栋老房子 起码有三十年 甚至四十年都有 在想什么 我在想 这栋废墟的冤魂 绝不止张寒烟一个人 都会触动 走 走 走 哥 你看到了什么了吗 没有 笑什么 我在笑啊 今天晚上 如果有人远远在看废墟 又看不见我们两个人 只看到两个手电筒光 他们明天早上 一定灰声灰影地说 废墟啊 又有鬼火在动呢 不止一个 还有两个呢 或者闹鬼的传说 就是这样发生了 好吧 门客 如果找不到什么 我们就回去了 我也不想 你看 这几个破柜子 好吧 这是张海音的刺激 怎么会短命呢 哥 回去再看吧 虽然这次来没有找到你所想要找的东西 但是有这本小册子 总算也不需此行了 回去吧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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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喜欢你 我都喜欢你的 这次是一个电视 这证明了一件事情 这屋子里头还有许多死角 只要我们慢慢找 一定会找出一些东西来 手电弩关掉 让开 我的语言不差吧 明天在茶馆里 我们都可以听到 废墟盛传鬼火的事情 说不定啊 还有鬼聊天的事 一个女鬼跟一个男鬼在聊天 走吧走吧 待会儿 你别把真的鬼给引出来了 何况 我急于看看这本小册子里 到底写了些什么 六月五号 今天开始采茶了 《黑文终日忙碌》 那些采茶的姑娘 在窗外唱一歌 身韵其美 六月八号 她又来找麻烦了 我心疾苦 不知道该怎么干好 此事绝不能让博佩文知道 我想我 上面收掉了 给 她的 不过 她的 她的 也要 她的 她的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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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她的 我要來研究一下這幅廢墟之魂的心事 哥,小心點啊 小心什麼呀 哥,別讓張涵嫣的鬼魂影響你太深了 聽過那句話吧,敬鬼神而遠之 溫柯,你忘了我們為什麼到這兒來的 我沒忘,我只希望你的路別走歪了 這個,放心 司儀,你回台灣已經整整一個月了 你只給我這個準丈夫寫過一封信 而且是一封看到我一頭霧水的信 我知道,我不能再這麼等下去 於是,在我的疲勞轟炸下,一雙投降 他終於告訴我,你在台灣的地址 誰呢? 我就是說還好 你說你又差點把我的氣瘋掉 你居然當起小學老師來了 司儀,什麼事我都可以大額話之 但是對你,我絕對認真也絕不放棄 我已經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 所以,如果你再不對我坦白的話 我會立刻飛來台灣 用軟的也好,用硬的也好 我正雅力都要爭到底 老師,老師,老師 沒有,好,我也很怕 請停 請停 來 請停 來 她要去哪裡 我會幫你擦藥 我會給你 我會給她 我會給妳 起床 我會給妳 不要自己擦藥 知道嗎 傷口要保持乾淨 千萬不要碰到髒東西 來 婷婷啊 你不是說脆傷也燙傷了嗎 對啊 他比我還嚴重 所以啊 回家以後 你也要幫他上藥 知道嗎 這個藥膏是專制燙傷的 謝謝老師 啊 對了 我也有了東西要給你哦 爸爸穿我就要給你的哦 這是做什麼 哦 爸說啊 謝謝老師幫我補習 但是啊 不能讓老師不來辛苦 所以啊 這是一點少意思 算是補習費 不是 婷婷 拿回去還給你爸爸 跟你爸爸說 華老師幫你補習 不是為了補習費 老師也不缺錢用 有了這個 反而不自然 懂了嗎 可是 可是 我答應爸爸的 現在要拿回去 他會失望的 不會的 你回去 就這樣老師剛才說的話 告訴你爸爸 他不會怪你 老師 你不高興了 你生氣了 沒有 老師 那 那 還有件事 我爸說 請你們明天晚上 來我家吃晚飯 很好嘛 老師 老師 你怎麼了 他說 太誠情誠意的 真的 我騙你 真的 你去嘛 你去嘛 父老師 老師 你怎麼了 我做錯什麼事了嗎 我惹你生氣了嗎 不是 當然不是 你怎麼會惹我生氣 你只會讓我心疼 讓我真真正正正的心疼 好了好了 老師 你不要哭了 你不願意去我家吃飯 就不要去了 你會告訴我爸爸 你生病了 老師 你不要哭 你哭 我也想哭了 天天 我真希望你不要這麼懂事 我真希望你不要怎麼 可憐 我真希望你不要這麼可愛 我 她既不肯收補習費 又不願意來吃飯 對不起 爸爸 你交代我的事 我沒有做好 爸爸沒有怪你 爸 那你不要怪方老師 她真的身體不舒服 她難過了 都哭了 她好可憐喔 是嗎 方老師這麼難過嗎 嗯 他今天好奇怪喔 我去找他的時候啊 門就好沒有關 我看到他一個人在床上發呆 還有他一直嘆氣 他也不像從前那樣有說有笑 然後他就哭了 好啦 天心 你去吃飯吧 方老師的事情爸爸自己會處理 哦 這不是薄先生嗎 薄先生 是的 我是來拜訪方思寅老師的 請問方老師住在哪一間 就您的右手走過去第二間 我送你過去 不用 謝謝你 幫幫她 家賊 要不要緊 我不是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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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人 我不是在哪兒 郭先生,你怎麼會來了呢? 我能不能跟你談幾句話? 好,裡面坐吧 不用了,我說兩句話就走了 請說吧 我為那天的事向你道歉 也為艾琳的無理和口不擇言向你致歉 請你不要介意艾琳,她的個性就是這樣,她脾氣暴躁,說話夾槍帶棒,常常亂見傷人 我對尊夫人的個性沒有興趣 你應該會感興趣的,因為就是她這種個性造成我們全家許諾的痛苦 我對你們家的痛苦也沒有興趣 你到底對什麼東西感興趣? 婷婷,只有婷婷 那麼就為了婷婷,來我們家吃頓飯 她盼望你來,盼望得都快發瘋了 我向你保證,艾琳明天晚上不在家 她每星期三都出去打牌 我們可以不受干擾地談談話 你這是個命令嗎? 我怎麼敢命令你 這只是個邀請而已 如果你堅決不來,我也拿你無可奈何 好了 明天一放學,我就帶婷婷一起回去 明天一放學 明天一放學 方老师,最好是司机了,我跟你说过了 方老师,您好 方老师,请 姐姐,姐姐回来了,姐姐啊 方老师,她就是菜山 她叫方老师,方老师,姐姐,姐姐啊 她叫方老师,叫方老师 记住,她叫方姐姐 记住啊,方姐姐 方姐姐,方姐姐 清山,清山 清山她怎么了 清山,她是这样 有时候呢,好爱热闹 我们都叫她把人来疯 有时候呢,又还叫她要命 常常躲在柜子后面 怎么叫她不肯出来 方姐姐姐 都没有啊,都没有了 什么东西没有了 你看啊,没有玫瑰花,玫瑰花不见了 这个也不是啊 清山,不要在这儿捣乱 回房去 为什么玫瑰花统统不见了呀 回房去 清山,清山 方老师,你不要管清山了 她常常说那些听不懂的话 放在那儿,我吃饭呢 快进去吧 方老师 希望你能有冰至如归的感觉 所谓冰至如归 就是像自己家一样 没人伺候你 你放心 我会招呼自己的 倒是你 方老师 谢谢 谢谢 爸爸,今天的汤 是你最爱喝的三鲜汤 我放在你右手边哦 好,谢谢你 今天还有 糖醋排骨 红烧牛肉 蒜泥白肉 还有 开洋白菜 我都夹一点点 在你面前哦 好啊 爸,还有一盘清蒸鲜鱼 我等一下再帮你弄 好 爸爸,你的饭 方老师 我最喜欢有客人到我家了 因为啊 知道爸爸才会下楼来吃饭 平常 爸爸都一个人 在房间吃饭 我们给他准备了一个特制的餐盒 爸爸吃饭很方便呢 可是 一个人吃 一定不好吃 对不对 爸爸 对 不好吃 必须要多吃一点啊 我的天哪 好 还是很酷 我要吃饭很酷 我吃饭很酷 对不对 我吃饭很酷 你吃饭很酷 我吃饭很酷 我吃饭很酷 很好吃啊 甜甜 你先回楼上去做功课 我和方老师还有事要谈一谈 你先回楼上去 我马上上去 方老师 谢谢 谢谢 我家茶果然名不虚传 你上次来连杯茶都没喝到 现在不是喝到了吗 是秋天刚出产的包种茶吧 是冠军茶吧 没想到方老师对茶也这么那样 博家茶远近闻名 镇上新开了一家茶馆 我去了两趟 对茶的知识得了不少 原来你们早已经认识了 真巧啊 你们差不多的时间来到这里 也都和我沾上一些关系 那简家兄妹 谈吐文雅 就像一对一室独立的影视 在现在这种社会 像他们这种人已经很少了 可惜 你喝不到博家最好的茶 即使在天允萱 也喝不到博家的玫瑰香片 玫瑰香片 玫瑰香片 以前大家只知道茉莉香片 其实有一种小品种的玫瑰花 可以制成玫瑰香片 可惜 我们已经很久不出这种茶了 你看啊 没有玫瑰花 玫瑰花不见了 这个也不是啊 博先生 你不是说要跟我商量一件 关于婷婷的事吗 你对婷婷的事很关心吗 那是应该的 她是我的学生啊 只是因为学生的关系吗 当然 也不完全是 我和你的女儿很有缘 我一看到她就喜欢她 我很高兴听到你说这句话 方老师 你告诉我 这孩子可爱吗 你应该了解她 她是你女儿啊 你的意思是说 她是世界上 最可爱的孩子 多奇怪 她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 她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 你说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 我看 你们两个真是有缘 人与人之间 能够投缘 总是件好事 确实是件好事 我想知道 你短期不会回到美国吧 我想不会 我觉得你是真的喜欢婷婷 我想请你搬到这儿来住 博先生 博先生 我的意思是 请你住下来 当婷婷的家庭老师 你我都知道 这孩子的功课不太好 可是她可以进步啊 但是她需要一个好的老师 娶娶她 不要 我真不了解 你为什么一定要说服我住下来 如果你认为补习的时间不够的话 我可以增加 又或者 我可以每天晚上吃完饭就过来 补完再回去 我实在不觉得有住进来的必要 方老师 你一定听说过我一些传说是不是 是的 你应该懂 婷婷是有失去母亲的孩子 而且 那天你来告诉我婷婷受伤的事 你也看到 那天的事我不想再谈 可是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关键 我不只要给婷婷找一位家庭老师 还要给她找一位能够真正关切她 爱护她 照顾她的人 使她成为一个快乐健康的孩子 波先生 这些条件 是早在你去婷婷找母亲的时候 你就应该考虑到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一直不是个好父亲 对孩子 我们跟你见证 那又有什么 我看她在我已是 子 她能够 她要去婷婷 因为她去婷婷 我都在一部 然后她不看了 你们 我还是会抱着你的手 摟着你的脖子说 宝贤 我好甘心 宝贤 你的女儿 还能让我那么的安逸 你 你到今天才绝尾 你需要给她找一个保护人 替她求救 你实在不是一个好父亲 你继续 所以今天特地跑來問問 你們這是不是有個固定的休息日子 免得我下回又吃閉門羹啊 你別說這麼誇張了好不好 我們做生意的東西吃光用盡了 不關門也得關門啊 前天晚上我們去進貨 今天你來的剛好 茶點全是新鮮的 想喝點什麼 前天想喝喝不到 今天什麼茶都不想喝了 你知道嗎 我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喝茶 而且不光是喝一種茶 所以既然現在已經下班了 總可以解脫一下吧 那我看你是走錯地方了 你應該上什麼酒吧或咖啡廳的 我們這兒除了茶還是茶 你到這兒來 不是存心跟自己過不去嗎 哎 誰說走進茶館就非得喝茶不可 是沒這規定啊 可是我不懂啊 不喝茶的人上茶館幹什麼 哎 你們這兒不是叫聽雨宣嗎 我就是來這兒準備聽雨的 我看哪 今天晚上天氣晴朗 滿天星斗 你要聽雨的話 恐怕得改天了 不必不必 我就是算準的今天才來的 沒關係 我就坐到這等了 反正我有的是時間 好 你等你的雨啊 我去泡我的茶 哎 哎 哎 你就這樣把我放在這兒 這算是招呼客人的態度嗎 在聽雨宣中我只是個副手 我哥哥才是主角 簡單的客人嗎 都有我來招呼 至於難纏的客人 我只有留給我哥哥去應付了 哦 你當我是來找麻煩的 如果不是 那我才意外呢 哎 哎 哦 進來不喝茶就是我找茶是不是 那 我要買這些玩意兒 你照不照顧啊 樂意之事啊 不過啊 這些不叫做玩意兒 叫做陶藝品 哈哈 好好好 這些玩意兒叫做陶藝品 那麼 我想買一件陶藝品 老家你介紹一下吧 好啊 這些是茶壺你知道吧 嗯 這個呢 是條魚 哦 用麻繩把它穿起來呢 是很有風格的一個壁飾 嗯 適合把它掛在客廳裡 那一件呢 是一個很小巧雅致的 你看 這裡還可以裝水 如果有性質的話 還可以養豬長春閣 放在書桌或窗台前 也別有一番風味 你幹嘛這麼看著我 我臉上寫了字啊 我只是奇怪 你做起生意來好像挺捨得說話的啊 你錯了 百分之三十是做生意 百分之七十是發表欲 這些啊 都是我跟我哥的作品 哦 如果有人欣賞的話 我何必故作謙虛的扭捏作態呢 我當然先以為好得滔滔不絕了 看不出來你還是個藝術家啊 這兒的確有個藝術家 但是不是我 是我哥哥 我剛才不說過了嗎 在聽雨萱中 我哥哥才是主角 我不管他是什麼角了 對我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 不信你試試看 待會兒我選擇這些玩意兒 陶藝品 絕對是你的 不是你哥哥的 好啊 請 請 我哥哥做的 請 我哥哥做的 請 我哥哥做的 請 請 你剛看那幾件作品,造型都非常粗獷,給人一種強而有力的感覺 你瞧,我這雙手能做出這種東西來嗎?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讓我仔細地再看一遍 我這雙手就是世界上的ала屬於世界上的唯一! 我這雙手能做得到嗎? 給我看,我看你做得到的,你每天做得到的 你的頭髮也是我的媽媽,我看你做得到的 你生壹樣的? 你天生的老闆也不像是我的媽媽 你看看我有點彈性 我看你每天都能教我 這雙手能做的 你干脆说吧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好说就说嘛 第一 我星期天不用去上班 也不去查园 第二 你们搬来以后 这附近你一定还没逛过 所以呢 星期天上午 我约你去兜风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逛过啊 就算你逛过吧 但如果想到不是我的话 你就不算真正的逛过 我带人兜风的本事可不是盖的 不是兜风的本事 而是兜圈子的本事不是盖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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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烟山庄寒烟山庄 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废墟坝 一个充满垃圾的废墟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 张二爷我告诉你 你比不过我的 现在又多了一个爱林山庄 博源就是爱林山庄 比你这样漂亮一千倍一万倍 老板爷我告诉你 我干嘛怕你 我不怕你 瞧我这不是来了吗 我来跟你做个谈判 我们两个各有各的地盘 你就待在废墟里 别跑到博源去呢 博源是我的地盘呢 再说 当初你既然有种跑去投水 你现在就不要来打扰活着的人 我居然想来跟鬼谈判 我这不是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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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我看见 我看见 真的有鬼 真的有鬼 真的有鬼啊 你不是来找他谈判的吗 你不要害怕 不害怕 张海燕 张海燕 我告诉你 你有什么怨气都与我无关 你不要找我的麻烦 张文艳 张文艳 我并没有查你的活佩文 我认识佩文的时候 你早就已经死了 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人是精神不犯科学 你要是舍不得佩文 你当初就不应该去偷水 你既然偷了水 你就不要变成鬼 张文艳 就算你变成了鬼 这人鬼是两个世界 你就安分地待在你的世界里吧 我听说你活着的时候就不大安分 你做的鬼还不能爱分吗 是死 是死 不相信三千六百个日子 都在孤独的等待中流去 我不相信几千几万余相似 忘不住一丝一毫的过去 不相信三千六百个日子 都在孤独的等待中流去 我不相信几千几万余相似 忘不住一丝一毫的过去 梦魂中依然只有你的影子 那梦魂中依然只有你的名字 看那庭院生生生继续 天哪寒暗夜夜夜半天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你见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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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